各位投資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選股SOEASY 我是路易斯 今天的大盤指數上漲了32點 漲幅來到0.25% 成交是2145億 收在12795的位置 今天是週五 週五這根紅K棒 收的其實還蠻強硬的 為什麼小洛說他收的蠻強硬的 各位其實近期來講 然後我們盤面上以週四的新聞來講 週四的新聞是不是有傳說 這個台海之間可能會有點危險 是不是有點危機對不對 所以今天開盤其實開盤是開低的 而且有震盪往下走低 不過這地方巴拉大航庫 還是進來做複盤的動作 各位你別忘了 巴拉大航庫目前還在我們的盤面上 所以這個地方只要往下一個大跌 或者是有比較明顯的拉回 甚至是有一些消息面題材 可能影響到盤面的狀況時 巴拉大航庫都會刺激進場 做買超的動作 所以這地方小洛認為 這地方就是有巴拉大航庫在戶馬 所以洗洗這一陣 目前還是在月季線之上 所以小洛一直提醒大家的是 月季線之上 這當然就是多方格局 指數方面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吧 不過小洛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結構的部分 結構才是大家要去注意的重點 以今天來講的話 今天結構上漲加速是678加 漲停22加 各位這盤的架構很不錯對吧 指數算才小漲32點 來我們先看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下跌2塊錢 對於大盤來講 大概貢獻跌了20點 今天指數還能漲32點 也就是說如果把台積電拿掉 今天基本上大盤還漲了50點左右 小漲50點盤面的上漲加速 竟然可以高達678加 還有22加漲停 代表說什麼 代表盤面上的重要型的股票 或者是上市的一些指數的股票 基本上今天都有一定的買盤動能 我都有一定的買盤動能存在 當然有些是跌升反彈的 有一些是短線急拉的 有一些短線在高檔 再繼續往上創新高 也是有 OK也是有 不過等一下小洛跟各位同學分享 為什麼這地方 我會建議大家稍微保守 要安全安心一點比較重要 為什麼 等一下跟各位同學分享 旁邊來講的話指數方面沒太大問題 今天的加上指數的結構也還不錯 OTC來講的話 今天漲了0.88的百分點 成章是397億 收在164.05 這個位置記得嗎 昨天還是前天 我就是前天吧 前天小路跟各位報告說什麼 我說昨天跟今天的月限很重要對不對 因為這兩天如果有發動的話 月限支援就能啟動它的上揚的功能 對吧 你看月限目前是上揚的 所以OTC目前月限竟然上揚 代表說後續多方控盤的力道 將會加強 下一周就會有表現的機會 那其實今天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在於它的成章 今天竟然只有397億 是一個近期最低的量能 量收的狀況之下代表 市場上追加力道也相對不足 所以這地方小路認為 雖然是降回月限之上 雖然月限開始上彎 不過成交量不足 下周還是要稍微有一點點小心 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沒有一個代量 來做一個驗證的話 代表說這樣追加力道會相對不足 但是我們如果從價格的方面來講的話 價格告訴我們目前就是轉多了 目前就轉多了 所以我們下一周會開始 再更加積極的佈局性的個股 當然選擇風險相對低的個股 相對低級的個股 會是比較安全的 那牌面上架構間看起來也還不錯 表現來講上的加速490加 漲停加速也有16加 所以這個牌基本上還OK 還OK基本上是有主力十戶在的 所以這個牌沒有要掛點 沒有要掛點 所以基本上還是拉回 維持一個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為主的格局 跟思路即可 那法人的動作是什麼 就是非常重要的觀點了 各位 外資今天現貨買了39.5億 連續兩天買超 期貨部分沒有太多 幅度的一個增加或減少 維持在28744口 那今天來講的話 像昨天融資都減對不對 昨天融資都減了還不錯 融券持續做回補 那巴浪庫的部分 今天盤後籌碼來看 今天是不是回來買了 對吧 今天是不是回來買了4.3而已 所以小路跟各位 包括我們的政府還在盤內 我們政府還在盤內 所以只要有發生一點消息面的一個影響 巴浪庫就可能進場做接盤的動作 OK 所以從這個籌碼的角度來看 外資連兩買 期貨為止在28000口 那巴浪庫 進來買超裝之下 我認為後續的還是一樣 走技術面行情喔 指數在右上方 在月季線之上 就是一個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為主的思路 那小路為什麼跟各位同學們提醒 你還是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 有一個指標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叫做多空投排列加速 就是去統計一下 目前在市場上所有的個股 是多投排列還是空投排列 他目前的加速狀況如何 小路可以跟各位報告 不論是短周期的均線 還是長周期的均線 目前空投排列加速 是大過於多投排列加速的 這是什麼意思 但有時候排面 其實目前從整個格局 來去思考的話 大多數的個股 其實是空投排列格局 其實是空投排列格局 所以我才會提醒大家 不要太過積極操作 先高檔正當之一 先降低你的持股檔數 對吧 所以我們這一周 其實我們沒有做太積極的操作 我們只有握有 目前手上三檔精選股 不過那三檔精選股 表現都還不錯 都還是多投排列 洗一洗震一震 都還有機會繼續往上攻擊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堅定 持有我們的手上部位 當然我們已經在準備 下一周要佈局的個股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的一個 類股之音流向的部分 那今天類股之音 其實基本上 盤面比較震盪一些 今天盤面的一個漲幅 最強勢是誰 造子族群 有些造子的個股 基本上還有油虧轉移的題材 所以今天類股漲幅來到3.56% 還有別忘了 第一期轉強的航運 航運之前小路提醒過大家 這個BDI指數 你可以留意對不對 所以今天來講 不論是你去看 像是2603的長龍 2609的陽鳴 甚至是2615的萬海 2605的星星 2606的域名等等 都有一定的買盤進駐 所以航運這地方 當然低機器轉強 BDI指數不又在彈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它是有基本面在彈的 那其他來講 像這個電子零組件 維持多頭 生技這地方震盪打底 仿製也開始轉強了 所以小路提醒過大家 目前你要去觀察什麼 盤面上這個結構 有沒有越來越多的類股 開始轉為多方排列 這對於整個結構性的指點 有很顯著的效果 所以目前看到嗎 沒錯結構慢慢轉好了 結構慢慢轉好 那多空投排列加速這個地方 只要再能夠給它一點時間 做點修正 行情就能夠真的轉為多方控盤 到時候個股 就會有大噴出的狀況出現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大盤的格局 還是一樣繼續看多 也繼續看多 沒有改變我們的思考邏輯 但是建議大家短線充高的個股 不要去追 好股押回請你留意 那各位買指數的部分 進來打到航運 相對來說賣壓比較沉重 電子通路化工 這相對來說比較強勁 這點來說就是一個類伍 各自表現為主的格局 盤面上的強勢股 來看各自表現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像盤面上族群 還是圍繞在太陽能的部分 3576的聯合再生 這多細晶概念 這多細晶最近漲價也是漲得蠻凶的 所以太陽能整個都往上噴 3686的達也是一樣繼續噴 還有什麼 茂迪又漲停板對不對 還有4934的太極也上去了 所以整體來說 我認為太陽能這個地方 當然還是可以多加留意 不過短線基本上 各股的漲幅都非常非常大 6443元金也是 這短線漲幅都一定了 所以基本上不建議大家過度 去做一個追價的動作 其他有些題材性的各股 像2387的晶圓 晶圓的營收 月營收年增率高了100% 基本上反而都估計年大可以賺5塊左右 所以他之前股價從50幾塊 現在落後補漲了要68塊 短線也是有一定的漲幅 也不建議大家去追 我注意到之前我們的盤後影音 都有學員一直問6251的電影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學員報告電影是OK的 對吧 因為盤面就在漲PCB 盤面現在在漲PCB 所以電影這種相對低估的股票 就有機會往上噴嘛 所以各位PCB之前在漲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本週PCB不就會漲這些嗎 8046的南電有沒有 今天再度漲停板 昨天一根大黑K洗刷 3037的星星今年還在漲 3189的什麼 3189的景碩嘛 景碩今天沒有漲哦 景碩今天沒有漲哦 所以各位PCB這一段漲上來 這ABF這邊漲上來 很多的低價PCB也開始動 什麼叫低價PCB 這個啊 低價PCB 6191的精神 還有什麼 813自超 這都低機器開始轉場對不對 短線漲高我真的不建議大家去追 我真的不建議大家去追 等一下跟各位報告我們一個思考邏輯哦 那剛剛可以提及像這個PCB的部分 像太陽能的部分都有一定的買盤進駐 還有這個陽明 陽明又再度大漲 將近漲停板的價位哦 所以航運族群我認為你也可以留意啊 剛剛提起的那些個股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畢竟是有基本面在談的 其他來講的話 有一些個股零星點火的 就是像是在這個2472的利隆店 利隆店這小出來的財報也還不錯 還不錯 那這地方就有買盤進駐往上推 外資進來做大買 其他來講的話 像是有些現在公布半年報嘛 8月15號以前是會公布半年報 半年報表現亮眼的個股間 也有買盤進來 像這個1569的冰川 冰川也有買盤進來往上推 那整體來說 這個地方格局看起來都還OK OK都還OK 就是個股零星來做一個點火表現格局為主 那我們跟各位報告 像這些PCB是不是短線漲很多了 對吧 我們今天的系統選股 我們今天的系統選股 選出了一檔 低價剛起漲的PCB 低價剛起漲的PCB 本益比 大概才五六倍吧 沒記錯的話五六倍而已 非常非常低 有特定的人在琢磨 小路已經準備好了 下一周準備帶領我們的精選學員來做布局 我們準備來布局相對低機期 低價的PCB 有轉強的契機 OK 所以我們近期來講 跟各位報告 我們手上的三檔個股 一檔今天創下收盤價新高 第二檔 在高檔那邊鬼混 洗洗正義戰 還在我們成本區附近 第三檔 也在我們加碼過後的成本區附近 你跨晃上台洗來洗去 不過 繳出來的半年報 跟Q2繳出來的財報 各位你去看 你去看Q2財報 你就知道 這檔個股可以續報 真的可以續報 洗洗正義戰就會上去了 因為他Q2的毛利率是大幅度攀升的 大幅度攀升的 所以 小路很看好 小路很看好這檔個股 會過去的表現 當然我們目前持股就是三檔 我們還有兩檔的空間 兩到三檔的空間 可以佈局新的股票 所以小路還是邀請大家 如果你認同小路的觀點 想跟上我們一起佈局的投資朋友們 歡迎跟上我的腳步 在跟各位同仲分享 今天的一些持股見點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小路蠻開心的 為什麼 有一個學員 他這次跟著小路蠻久的學員 他目前已經 跟著小路交易大概10個月了 10個月了 他是以30萬的本金來做交易 30萬本金 他今天在盤後的時候 小路本來想休息一下 我就看到LINE裡面 傳來這個訊息 我稍微看了一下 是在講說 他從30萬獲利到今天為止 21萬元的獲利 21萬元的獲利 所以小路還是跟各位投資朋友分享 有些時候超速上面 或許短線上會有點震盪 短線上會有點震盪 但我們追求是長期追求合理的報酬 我長期最後合理的報酬 所以你如果認同小路的觀點 你願意跟著我們一起作戰的投資朋友們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兩個管道可以找到小路 加入我們的金圓群柱 第一個聯絡小路的粉絲專頁 小路投資日記 可以諮詢一下我們的粉絲團的小編 聯繫加入金選群組 第二個可以聯絡小路 Telegram當中群組的 路易斯小編 也可以聯繫加入金選群組的服務 OK 兩個管道 供各位投資朋友做參考 邀請大家加入我們 好 那來回答一下 我們投資好朋友 一些持股上的問題 有學問到低檔個股是9802的預期 預期這地方低低期轉長 鞋子的概念股 智鞋概念股 近期來講都一定的買盤往上推 當然最主要是投信驅動的 但目前來看的話 投信持股比率5% 算是一個核心的持股 即將成為核心的持股 那在2.5期期 鎮影證目前在限價這地方洗 而且目前也在月季線之上 這沒什麼問題 漲多拉回而已 漲多拉回多頭的慣性 漲多拉回 我認為這地方有月線 五日線 十日線 多重均線卡在這地方 洗一洗鎮影證 有機會繼續往上推 繼續往上推 畢竟這個智鞋的概念股 題材就是2021年的冬奧了 2021年的冬奧 所以這地方 我認為機器相對低 有機會轉強 你可以留意一下 有落後補漲的機會 所以今天有些智鞋概念股很強 像這個 天使很強 9910的風態就創新高 對吧 外資竟然進來大買 所以因為智鞋的部分 你可以留意一下 不用太過悲觀了 3596的智鞋 智鞋盡期也是一樣 反而進來琢磨之後 高檔在那邊震盪 洗牙一洗去對不對 哇 這樣跟我很喜 外資這裡買之後 頭信買之後 再來就比較熄火了 今天有進來買了 382張 這個地方我認為 目前量縮震盪還OK 手的還算蠻好的 手的還算蠻好的 這平台的景線 也沒有再回跌回去 這個地方洗一洗 陣營陣 我認為繼續往上走 的機會是很高的 如果你想做這檔的操作的話 波段的防守 沒有跌破 這個大浪景線的成交區間 你可以繼續往上看 8069元泰昨天拉出一根 中長紅K 今天就直接掉下來對不對 各位 外資昨天買今天大賣 其實昨天買今天大賣 其實各位 如果你去試試看籌碼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個自營商避險的部位 是昨天買蠻多的 什麼叫自營商的避險 自營避險的概念 就是全震單 就全震單 因為有投資在買全震 那券商為了避險的效果 它也必須去市場 去做一些操作 所以昨天才有比較明顯的 一個自營商避險的買盤進來 所以今天全部倒出來了 那今天倒出來 投信竟然回買了 外資現在就倒貨 主力的這都倒貨 我認為 今天將量數來洗盤 來講的話算還OK 格局還沒有壞 格局還沒有壞 所以防守好這個平台防守區間 沒有跌破的狀況之下 8069元泰 目前依然是多方的動能 各位 它這個地方其實基本上 它殖利率有保護效果了 它目前殖利率大概還有個4.6% 4.8%左右 所以基本上有一定殖利率 保護效果的狀況之下 公司有一定的營收 本益比也才14倍 不要太過擔心 洗一洗 陣營鎮有機會去市場上走 6477的安吉 太陽能的這個太陽能板的部分 哇這高檔一直洗 太陽能的部分也是相對投機投機的 這個也是很洗的 那外資在賣 這基本上就很主力的股票 就是主力的股票 你看這個籌碼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法 你在琢磨 這張哥我會建議你 就防守這個平台 平台洗一洗陣營鎮 如果沒有跌破這個地方的狀況之下 洗一洗有機會繼續往上推 畢竟目前五日線月線 季線都往上推了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漲多了 短線真的漲多了 所以短線漲多的狀況之下 我會建議大家 寧願去選低階期剛轉強的個股 也不要去選槍章的個股 這張哥股會不會漲 目前看上漲的確率還是很高 不過風險就會相對來說比較大 因為你可能要追降 你可能要追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那張哥五如果你持有的話 防守這個區間沒有 持有的投資旺盤 我會建議你先觀望一下 我先觀望一下 畢竟這張高檔車檔比較劇烈 2456奇力星被動元件的部分 當然大家都會先看什麼 像國具 國具怎麼落散 國具是不是掉下來 國具外資賣成這樣子 但奇力星不一樣 奇力星他這地方 走自己的路 各位走自己的外資投信 都站在買方對不對 張哥五OK D77轉強 今天也有一檔 被動元件也很強 2472利隆電 利隆電競是不是很強 反而都進來買了對不對 所以你去思考 現在大家不買國具 該買什麼 真正有基本面的什麼 被動元件 2472利隆電 還有剛剛學員問到的 2456的奇力星 我認為你這兩檔 你可以留意 如果你想操作 奇力星或你目前持有的話 我會建議你防守這個 波段防守區間 亮相說拉回沒有跌破 這個區間的話 請你全數站在買方 繼續往上看 繼續往上看即可 好 我們今天的影音 就跟各位同學服務到這地方 小路還是邀請大家 認同小路的觀點 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布局 下禮拜新的PCB個股的學員們 趕緊聯絡我們的粉絲專頁 跟上小路的腳步 我們建議你 就跟各位同學分享到這地方 祝福各位投資朋友們 休假愉快 我們下周見 拜拜